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上映于1995年的科幻电影《时空汉将》 小黑和小白两兄弟正在抓捕罪犯 奇怪的是所有人对拿枪的两人都视而不见 他们找到了假装顾客的罪犯绿一哥 但很快又让他逃脱了 小黑继续追踪却被绿一哥打伤 小黑反杀他后却发现被杀的是小白 绿一哥也突然冒出掐住他 这时小黑变成一堆乱码消失了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灭罪中心对囚犯进行的测试 绿一哥便是测试程序习德6.7 小黑原本是最优秀的警探 因私自处决自己的仇人而入狱 谁也没有料到测试会发生意外 小黑捡回条命 而小白却因神经感应过度死掉 领导意识到习德的危险性 终止了这个测试计划 习德不满足于虚拟世界游荡 让自己的造物者戴劳帮他离开虚拟世界 戴劳用虚拟的性感魅诱惑工程师 利用他为习德造出了机器身体 这副身体可以用玻璃修复 只要有玻璃 习德就拥有了永生 没想到的是 习德一出事便杀死了工程师 戴劳健壮吓得立马逃走 紧急为了对付习德特撤了小黑 但他们在小黑体内植入了追踪器 并给他派了一个助手金毛姐 而此时的习德已经连续犯下多起杀人案 他非常享受杀人的乐趣 他去到一家夜总会 夜总会内高涨的气氛 让他有了杀人的欲望 他一边让人拍摄自己 一边要挟顾客尖叫 并用他们尖叫声来编写乐曲 沉迷其中的习德没有发现赶来的小黑 被子弹射穿了身体 损耗过度的习德驱车逃离的现场 并抓起破碎的车窗玻璃吞下 胸口的伤迅速愈合 要想杀掉习德 只有破坏他的软件才行 习德逃脱后迅速地发生了点变 他专挑人多 有摄像头的地方 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会让他产生兴奋 他十分享受被众人注视的感觉 他去到体育场 将一名男子从观众台扔下 还要求他的女友作为人质 这一幕正好被直播镜头捕捉到 但习德毫无畏惧 镜头越多 他越热情高涨 真是可怕的偏执狂 小黑追击到了体育场 却因为场内观众过多 无法开枪 习德发现了他 连忙逃了出去 等小黑追击出去时 习德用女乘客作为人质要挟 小黑利用最后的机会射杀习德 谁知女乘客却倒地而亡 习德故意引诱他上钩 然后陷害他 这下警局老大也没办法包庇他了 小黑被迫送回了监狱 半路上 习德却突然出现 杀死警察 将他放了出来 还跟他说了追踪器里有神经毒素 小黑打电话 向金毛姐解释他没有越狱 金毛姐立马通知了警局老大 警局老大及时赶去了灭罪中心 打破了神经毒素的操作台 此时 疯狂的习德闯入了电视台 将电视台打造成了死亡电台 收视率蹭蹭蹭地往上涨 他将金毛姐的女儿作为人质 金毛姐看见新闻瞬间崩溃 小黑答应一定帮他救出女儿 然后便只身前往电视台 专注于收视率的习德 再次被小黑射穿胸膛 他逃到楼顶 被小黑一枪打中大腿 然后两人一起被一根绳子 甩进了玻璃窗内 习德的身体被大面积破坏 但很快他就利用玻璃进行修复 并一把抓住小黑 让他身陷险境 刑急之下 小黑取走了他的脑部控制石 习德的身躯立马枯竭 然而习德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金毛姐的女儿在哪了 小黑立马想到一招 他们去虚拟世界回到之前的情景 让习德以为这是现实的世界 而小黑也在虚拟世界中 被习德摔下楼 习德得意之下 告诉了金毛姐他女儿的位置 这时小黑再次出现习德眼前 习德这才知道 自己回到了虚拟世界 然而 习德的造物主戴牢 已丧心病狂 他想再次将习德放出 趁着警局老大救金毛姐时 将他杀死 正在他准备利用程序杀死小黑时 金毛姐清醒过来将他干掉 小黑也从虚拟世界逃离出来 最后 他们顺利地救出了金毛姐的女儿 虽然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 但无论是特效还是剧情 都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